超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泰国恐怖电影《鬼坎》 电影刚开始 一对美国夫妇朱莉和吉姆去泰国旅游 也就是电影的男女主角 因为女主很喜欢泰国的鬼坎 所以拍了很多关于鬼坎的照片 某一天准备回旅店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英国人 两个英国人打听到女主很喜欢鬼坎之类的东西 于是带着两个人去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还利用女主的头巾 让女主拿起了一座供奉的小石像 两个英国人见此情景拔腿就跑 女主则突然看到鬼被架到坐在地上 随后在导游的帮助下 男主将女主送到了会巫术的村民家里 才从恶灵的手中逃出安全回到了旅店 不过既然被恶灵看上了 哪会这么轻松的逃过恶灵之手 而且这只是第一天而已 第二天 两人回到旅店后 男主外出买东西顺便打听那两个英国人 女主则在房间里洗澡休息 现在女主翻看相机的时候 突然看到自己身后趴着那只鬼 与此同时 房间里包括楼道所有的灯光熄灭 女主害怕的拼死逃命 但是却又在一个黑暗的角落 发现了那只鬼 女主害怕的大声尖叫 然后周围的环境也变回了原样 这个时候 男主刚好回房间 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切 于是急忙将女主送去了医院 既然被鬼看上了 去医院又有何用呢 所以女主既是被治疗 但还是逃不过被鬼的灵性 而男主这时 却打听到了两个英国人 已经带着一个女子去了机场 男主急忙带着导游去了机场 找到了这三个人 就在男主准备动手的时候 其中一个英国男子 递给了男主一张胖子的名片 都关于女主的问题 这个胖子都会解决 男主又急忙去找胖子 然后从胖子的口中得知 如果想要女主获救 就必须再找另外一个人 让恶灵附在那个人的身上 女主才会逃过鬼的追随 除此以外 别无擦法 男主无奈 只能去繁华的地带 去找下一个人选 不过在中途 男主似乎良心发现 不想再继续害人 于是跑到医院 将女主偷偷的带了出来 还拿了很多的药品 随后又干掉了胖子的守卫 拿枪逼迫胖子 去找另外的方法 来救女主 胖子看到这里 似乎有些心软了 于是就准备带着男主 去寻找救人的方法 第三天 胖子带着众人 来到鬼坎后的一个小屋里 胖子和里面的人 交谈过后 就带着男女主角 去了巫师做法的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大师婆婆 让男主舍弃一样 最重要的东西 来救回女主 但男主却摘下了 两个人的订婚戒指 话说寝神容易 纵神难 一个小小的戒指 怎么可能会打发掉鬼呢 怎么滴也得出点血吧 但是大师婆婆 可能看男主可怜 于是就答应 不让男主砍掉手指 然后大师婆婆 就开始做法了 中途虽然将鬼弄现行了 但是鬼还是不肯离开女主 似乎想要和女主过一辈子 但男主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这个千居一发之际 男主割掉了自己的手指 鬼才被大师赶回了鬼坎 男主和女主 也在了却了一桩心事 没过多久 男主和女主就离开了泰国 而带领两人的导游 又开始带着其他的游客 游览泰国 画面一转 在树林里的鬼坎 突然出现在了门店里 还有位美国顾客 吵闹着要买一下这个东西 看来诅咒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看完这个电影 涛哥突然想到之前的一句话 出门在外 不管遇到老乡还是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陌生人 当他提出要去什么诡异的地方之 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否则好奇心将会害死猫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